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的正本是在这边 那这个大朝国小呢 他现在唯一的 仅存的 就是这个 他即将卖后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什么特色 这个以前呢 因为在日治时代 那我们有很多的经代建议 他都是广校成欧美人 所以那时候 欧美人他们有很多的这些 石头漆成的狗 那他们是狗 因为它是从两年 然后这样一直漆漆漆 漆到中间的时候 他再加上这个Keystone 就是狗漆石 那加上这个Keystone 一上上去的话 这个狗人就会 如果下面都漆得很牢靠的话 那他就会是故意的很好 如果万一这两旁边的基础没有打稳的话 这个Keystone 上上去就会 那在欧洲国家呢 他们会是把他们家族的这个 夹堆啊什么会放在这边 那现在这个在台湾以后 我们在日治时期的经代建议 可以看到多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但是呢太景没有那个Keystone的原来的那个作用了 它就是一个装饰 如果有跟我去走一个华山一九一四的时候 我们去那个 有没有我们上次去那个 樟老厂 他上面的窗户 没有发现不够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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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怎么样 有很多的这个窗户 都是用Keystone做装饰 然后有变化了 那再来看到这边有两个 这个四面石 那这也是装作装饰用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子的 校龙头 那我们在这边拍张 是因为这些选择 这下来这些摇 внут偷面 还可以看到一这样子 就是像这样子 这是大家要相信